不过近来蔡政府跟苏内阁面临一波波的挑战 从一开始的莱猪开放到本土零确诊破功 年终民调总体检也出炉 他们给蔡总统他们打几分呢 这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就发现了 蔡总统跟苏贞昌的民调声望还有满意度 其实都还维持是在五成以上 11月12月都是 不过呢另外一份来自美丽岛电子报基金会的民调就显示了 这蔡总统的信任度是正在下跌当中 等于说不信任的人变得更多 至于苏内阁的满意度已经低于不满意度 整体呈现死亡调查 总统蔡英文近来多次为莱猪议题 以及新闻自由面对媒体挑战接踵而来 年终将至民调机构也做出蔡政府2020年的施政总体检 蔡总统声望在12月维持在52.8% 比11月稍微下跌两个百分点 而在另一份调查当中 信任总统蔡英文的民众有百分之五十三点六 同样比11月减少两个百分点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内阁的满意度承受的冲击 却十分明显 虽然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苏内阁满意度还在百分之五十一点四 跟十一月比起来甚至稍微升高 但在美丽岛电子报民调里面 苏内阁的满意度已经低于不满意度 评价与声望出现了死亡交叉 要抓住民意也要坚定施政力 但这一场民地党未来的挑战还很多 华氏新闻的班军任也提报道 要再看一遍 稍微上我 跟 putting 敌人